半夜 男朋友的小青梅发来一组性感泳衣罩 搔手弄姿 不堪入目 然哥哥 你觉得哪个颜色好看 隔着屏幕 都能闻到一股茶味 八笔粉的那件 明天记得穿来给我看 看着屏幕上显示着对方回复的大大的腰们打 我不禁勾了勾嘴角 他不知道的是 我跟男朋友互换了身体 既然这么想让我死 那我就先玩死你 一 是的 你没听错 我跟男朋友互换了身体 事情发生在半个月前我男朋友向我求婚的时候 原本很浪漫的时刻 不但被男朋友的小青梅杨杉一手破坏了 他还一把把我推到了行驶的汽车前 还好男朋友眼鸡手快拉了我一把 我没死 但是跟男朋友一起摔倒在地上的时候 左腿骨折 还晕了过去 醒来后 我就成了男朋友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但千真万确的发生了 我跟男朋友在经历了惊讶 恐惧 迷茫后 坐在病床边 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对方 渐渐的接受了这个事实 虽然我这次断了腿 可杨杉这杀人未遂的罪魁祸首 却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原因很简单 他曾在两年前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 凭借着这个诊断书 他做事情从来都不会考虑后果 自从男朋友跟我在一起后 他的手段层出不穷 就差往我脸上泼溜酸了 我也因此受过伤 住过院 男朋友甚至为了摆脱他 搬了三次家 本以为惹不起躲得起 可他就是这么阴魂不散 求个婚都能找上门 还扬言如果男朋友真的跟我求婚 他就弄死我 行 既然想玩 那我就陪你玩得够 看谁能玩得过谁 二 男朋友的身份果然好用 我只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女朋友住院 有些孤独 并配了一个伤心的图片 小青梅就主动送上门 一阵嘘寒问暖后 就发来一组性感泳衣照 都是纪念新款 对着镜子 以各种姿势一通狂拍 然哥哥 你觉得哪个颜色好看 我男朋友凑过来一看 当即做了一个呕吐的动作 看了我一眼 直接将手机甩给了我 秉着谁招惹的谁负责原则 一副看好戏实的盯着我 我滑动手机一一翻过 就这身材 也好意思拿出来秀 八笔粉的那件 我一眼就相中了最眨眼的那件 那 人家现在过去找你 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不用 我还在陪床 哪有空离你 不用看也觉得这款特别适合你 要不明天一起去游泳 你穿来给我看 也不知道他激动 是因为我替他选了泳衣 还是因为我约他去游泳 一口气回了十个大大的腰们打 男朋友凑过来 声音虽然暧昧 但有十足的警告 还记得我说的话吗 这身体可是我的 你要是让他看了不该看的地方 动了不该动的部位 我可饶不了你 那不能 这亏咱不能吃 听了我的保证 男朋友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杨山倒是很听男朋友的话 果真穿着我给他挑的那件八笔粉来了 他个子矮 皮肤原本也不白 穿上这件衣服 更显得有黑 这么见挑人的衣服穿在他身上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然哥哥 好看吗 看着周围人看着他怯怯思语 杨山大概自己也觉得这个衣服不合适 问话明显没有底气 我觉得好看 我满意地打亮着他 难道你是给别人看的 不是给我看的 不是不是 怎么会 杨山虽然笑得有些假 但高兴倒是真 我其实不会游泳 之前刚认识男朋友时 他带我来游泳馆教我游泳 杨山也跟踪我男朋友 出现在了游泳馆 他年年乎乎地蹭过来 非要男朋友陪他一起游戏 我当然不干了 对了他两句 他趁我不注意 伸脚搬了我一下 直接让我摔进了游泳池 当时我有多狼狈 可想而知 喝了好几口池里的水 被救上岸后 嘴唇白得没了血丝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杨山却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男朋友报了警 从这以后我才知道 这个女人不但一直缠着我男朋友 而且还有精神病 为此 她从未对自己的恶作剧付出过代价 包括这次 我脑子里想的这些事 看着离自己 几步远在做热身的杨山 他背对着我 这么好的时机我怎么能错过 我走近他 做事在他耳边说话的同时 手轻轻解开了 他脖子上泳衣的袋子 啊 然哥哥做什么 不等杨山扭头 我猛一用力 直接将他推进了游泳池 我其实想告诉他 我的复仇开始了 三 猝不及防的一跤 让原本会游泳的杨山 也灌了好几口水 好不容易平衡了身体 从水里露出半个身体 猛然低头 却发现因为泳衣的袋子开了 半掉在身上 场面甚是劲爆 啊 杨山失声尖叫的同时 引来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杨山一边捂着胸口 一边游到岸边 用一种仇视的目光 盯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那样子 仿佛大家都在嘲笑他 都要占他的便宜似的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吗 再看 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 杨山的脾气原本就不好 被这么一次急 更是当场发飙 你还看 杨山愤愤地瞪着不远处的一个人 谁他妈看你了 那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穿得丑 长得丑 要啥没啥 倒贴我钱 我都不看 就是看他穿成这样 还好意思出来吓唬人 这年月还真是啥人都有 一下水衣服就开 故意的吧 就这身材也敢漏 还真是勇气可嘉 大家的议论我听得一清二楚 杨山也一个字没落下 他猛然尖叫出声 双眼心红 谁再说一句 我就一刀捅死他 凡事见好就收 我不想让他再说下去 拿起一条浴巾扔在他肩膀上 一两滴眼泪出来 对不住了各位 他这儿有点问题 我对大家说话的同时 指了指自己的头 有病赶紧去精神病院去 干嘛在外面恶心人 您说的对 我正要带他去呢 我对不远处的大哥笑笑 这大哥真是善解人意 这么一闹 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把他带到医院检查了 是真的还是装的 查一查就知道了 在很早前 我就怀疑他是装的 我有一个朋友 是精神科的医生 正好认识 给他开具证明的那个人 说那个人因为私拿回扣 医术医德惹人非议 被好几家医院开除过 这么一个人的证明 有几分可信度 他从不去医院 还说自己吃药控制的很好 只要不受刺激 就和正常人一样 这句话就是见我就发疯的理由 感情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就是刺激他 眼下 小青梅一听我要带他去医院 也顾不上跟人吵架了 直接跟我装起了可怜 然哥哥 我不要去医院 生病 咱们得看病不是吗 我陪着你 真要有什么事 我也不会不管了 我顿了顿继续道 万一哪天我想跟你结婚了 我妈妈那边总要有个交代不是 一听结婚两个字 杨山瞬间两眼放光 点头答应 只不过跟我想的不一样 他没有让我陪他 而是在第二天一大早 敲开了我家的门 说自己已经去过医院了 而且拿出的证明 还和从前一样 总之就是一切都好 只要不受刺激 就不会发病 说白了就是 万一发病伤害了你 就是你活该 谁让你让人家受刺激呢 开具证明的 依旧是那个医生 我越发怀疑杨山的病是假的 然哥哥 他在我面前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声音带着几分试探 你昨天跟我说要娶我 是不是真的 四 这怎么能有假 比金子还真 我笑不露齿地 看着眼前阴阳怪气的小青梅 这年月 金子造假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看着小青梅欢天喜地地离开 我关上门 嘴角微微勾了勾 这会儿 他应该是去找我男朋友示威了吧 我清楚地记得 几个月前 杨山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拉着我男朋友的胳膊就开始哭 你别离开我 你不喜欢什么我都改 我都已经有了你的孩子 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 当时我们在全市最繁华的地带逛街 被他这么一闹 瞬间周围就围满了人 你胡说什么 男朋友脸都清了 我没有胡说杨山声泪俱下 我知道 你是怕他误会 可是你明明说要娶我 而且我们还有了孩子 他凭什么插足 当时那个戏演的 要不是我知道前因后果 知道我男朋友为人 我都要信他了 我跟男朋友瞬间被贴上了 渣男小三的标签 恨不得连上下三代都骂个遍 看着长相就是伺候男人的 他家八成就是个鸡窝 还穿得这么风骚 怕不是出来卖的吧 大街上勾引男人 不要脸的东西天生下贱 是不是你妈在鸡窝里生的你 离了别人的男人就不能活呀 刚开始我们还想解释 后来觉得根本就行不通 男朋友将我护在怀里 想越过人群尽快离开 都到了这个时候 老婆孩子不管 还护着那个贱人小三 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顿时 一些所谓的正义之人 就开始推散我们 用东西砸我们 你们不要伤害我老公 杨山继续演他的戏 他上前做事或我男朋友 大家不忍心伤他 就转头全部来攻击我 那件事闹得非常大 直到警察来了 才疏散了人群 我头上破了两刀口子 到现在还有疤 觉得这是完了吗 并没有 杨山后面又辟了很多 跟我男朋友的亲密照 把小说的照片翻出来 放在一起 发在了网上 编造了一个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 已经要结婚生子了 最后被我这个小三 从中破坏 逼得他挺的大肚子 却被我男朋友 抛弃的悲惨故事 总之错都在我 有些网友 马上就联想到那天的场景 我被网爆 人肉 被人骂做小三 被人恨意满满的说 就在我家门外 看见我就弄死我 整整两个月 我躲在屋子里 不敢出门 甚至连窗帘都不敢拉开 一度抑郁的想要自杀 幸好男朋友在身边 陪我走过了人生 最灰暗的时候 但杨山依旧没离开 我们的生活 还是不停的骚扰我们 包括这次推我去撞车 却也阴差阳错的 让我和我男朋友 呼唤了身体 现在 主动权可不在杨山手里了 我要慢慢的 把他施加给我的痛苦 一点一点还回去 杨山走了没一会儿 男朋友就给我打个视频电话 他应该快来了 稳住 按计划走 电话刚接通 就听到了踹门的声音 紧跟着 杨山邪恶的声音 从电话传入我的耳朵 就断了一条腿 太便宜你了 早知道当时推的时候 使劲点 也省得让哥哥娶了我以后 你再来缠着我们 五 杨山那副张牙舞爪的模样 很快进入了我的视线 娶你 男朋友的声音 带着几分嘲讽 他说我男朋友 男朋友怎么了 杨山极为不屑 就算结婚了 也还能离 更何况男朋友 看着杨山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样子 男朋友都给气笑了 插足别人的感情 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杨山你要不要脸 能插得进去 说明让哥哥心里有我 不像你 以后就是个断腿的瘸子了 他那么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取一个瘸子 说着 还想伸手去按我的腿 好在男朋友 及时拍开了他的手 然后发了火 放屁 我们躲你都躲不及 鬼心里有你 人家跟女朋友求婚 关你屁事 你跑过来发疯 还把我腿弄断了 他不娶腿有问题的 难道还娶你这个精神失常的 你精神才失常呢 然哥哥娶了我 我的病自然就好了 杨山其实长得并不算丑 五官也很精致 只是面由新生 越长越扭曲 我警告你 你要是乖乖的放弃 我也不为难你 你要是还罢人然哥哥不放 下次 我让你直接躺在平尸房 说的理所当然 似乎在他的世界里 没有道德 没有法治 有的只有自我 也是 从知道有他这人到现在 真是一正在手 万事无忧 吵什么 这是病房 保持安静 杨山的声音太大 估计是同房的病友投诉了 不等我男朋友说话 护士姐姐已经怒气冲冲的 要把他往外赶 病房怎么了 病房还不让人说话了 杨山瞪了护士一眼 刚刚你的声音比我还大 你怎么不出去 请你出去 等着职业操守 护士并没有兑回去 这个角度 我虽然看不到护士的表情 但从对方语气中 可以感觉到对方的无奈和愤怒 你以为我想来 这地方这么晦气 请我来我都不来 大部分人一出生就在医院 晦气 难不成你是出生在荒郊野外 小护士白了他一眼 赶紧出去 不然让保安请你出去 唉 你怎么说话的 你站住 别走 我听到杨山的声音越来越小 估计是追那个小护士去了 我跟男朋友聊了两句后 就挂了电话 当天 我就把陆平的视频整理好 配上文字 发到了网上 还找了几个大V的号 不停转发 一夜功夫 杨山成了网红 早上很早 我就睁开眼 翻手机看了看成果 嘴角勾了勾 她的个人信息和各种照片 被挂在网上 就连我的腿是怎么断的 都有人写了出来 这个女人一看就刻薄 刻父刻母 刻丈夫 刻全家 谁将来娶她 肯定要倒大霉 笑死 见过小三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小三 要是我 分分钟踹死她 她伤了人 竟然没事 据说她有精神病 但这年月 有几个说自己有病 是真有病的 抓起来打一顿 不就啥都交代了 当初因为她 我身心都受到了打击 甚至认识我 跟我并不熟悉的人 也会用有色眼镜看我 现在直接还回去 畅快不少 手机是我男朋友的 我正看着她 被人往报的消息 很快就有电话进来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 很着急 一个接一个 但我知道是她打来的 我只当没看见 把手机调整成静音 不紧不慢的洗漱 吃过早点 才把电话拨了回去 然哥哥 我害怕 杨珊的声音中 带着几分哭腔 害怕 他也会害怕 为什么害怕 我装不知道 网上冤枉我 哦 你说那个呀 我微微顿了顿 好像也没冤枉你呀 他似是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微微一顿 随即更加委屈了 他们全都说我 还堵着我家门 冲进来打我 打你哪了 疼不疼 不疼就白打了 疼 杨珊以为我关心他 语气略带撒娇 让我听了一阵恶心 可随即就原形毕露 都是那个贱人 竟然录视频发到网上 这个婊子 我 闭嘴 我顿时就火了 你没事去找人家干嘛 你骂了半天 人家说你什么了吗 腿是你伤的 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然哥哥 你凶我 我还想揍你呢 电话那头很嘈杂 我微微皱眉 你在哪 在 在医院 我有些不厚道的想笑 昨天还说医院会起 请他去都不去 这会儿就怕他打脸了 我记得评论区有人说 这么不要脸的贱人 就该把他的腿也打断 我当时也没多想 没想到到医院一看 杨珊的腿真的断了 只是不是被打的 是他自己跑 也不会把腿摔断了 然哥哥 我都是因为你 你不能不要我 六 我嘴角抽了抽 这还赖上我们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这下可祸害不了人了 我安慰了他两句后 叹了口气 话锋一转 你看你也追了我这么多年 我也想娶你 但是你这病 总归要好好治治 不然家里 我也没办法交代不是 然哥哥 我没病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病 我怎么会知道 没病 难不成网友猜的是真的 你的精神鉴定是假的 啊 杨珊不知道是真傻了 还是假傻了 又或许没看到网上这些 总之 表情很是怪异 那就是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我语气极其不好的挂了电话 从那以后 杨珊就三天两头 给我发消息 打电话 但是我没回 也没接 他现在医院也动不了 我自然不怕他弄出什么事 就将精力放在了那个 给他开诊断证明的医生身上 一周后的一天中午 一个阿姨找到了我 他上来就挽着我的胳膊 问着问那 还说阿姨好久没有看到我了 简直越来越帅了 他说的不是我 是我男朋友 我确实不认识这个人 套了半天话 才知道 这个人竟然是杨珊的妈妈 阿姨 您找我到底什么事 对方看我面无表情 收起了演戏的样子 叹了口气 我知道我们家杉珊 可能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 可那个女孩 也不能把视频发到网上 让我们家杉珊断了腿啊 阿姨 她不也把人家女孩的腿弄断了吗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 是人家女孩发的 也许是同房的病友 看不下去了呢 她那是自己被车撞的 跟我们家杉珊有什么关系 还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一样不讲理 然然 是这样 你也知道杉珊一直喜欢你 这件事弄得尽人皆知 她以后就没人要了 你要对我们杉珊负责呀 哈 负责 说得好像我男朋友 把她怎么样了似的 阿姨 您这话说的 过分了吧 四个字我没说出口 只是微微一顿 继续开口 杉珊这脑子 整天喊打喊杀 我家人肯定不同意 我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道 阿姨 不是我嫌弃 万一哪天我跟她吵架 她把我给杀了 还不用负责任 你说 我爸我妈能同意 我跟她在一起 她精神真的没问题的 阿姨突然抓住我的手 你知道的 这种事一定不会发生的 我嘴角抽了两下 为什么又是我知道 一正在手 杀人无忧 鬼信 有没有问题 我说了不算 您说了也不算 白纸黑字 才算 我看阿姨没说话 就继续画饼 你说我俩从小一起长大 要说没感情 那也不现实 她现在在医院 你能证明她精神没问题 我给我爸妈看 她们也好放心 不然这婚事没办法谈 阿姨叹了口气 你说我这个女儿 早知道这样 当初瞎折腾啥 还花了那么多钱 我有意再问下去 她似乎有所顾忌 没再多说 只说我要有这心 她一定让我满意 那个阿姨走了我才知道 她竟然去找过我男朋友 她不知道 那个身体里是我男朋友 一见面就说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 我女儿已经 跟你男朋友发生关系了 你看你腿也断了 就好好养伤 别出院了 我男朋友哭笑不得 最后清了清嗓子 行啊 人家分手 怎么也得给五百万 我知道你也没钱 我要得不多 你把药费掏了吧 我就没见过 你这么物质的女孩 然然怎么会看上你 我男朋友也不反驳 往床上一倒 摁了床头的呼叫器 对急忙走来的护士说 她是我家属 你们找她结账就行 她还不想让我出院 索性你们 给她半个包年的套餐吧 男朋友跟我形容 杨山他妈当时气得脸都绿了 他们一家子这样的人 你小时候还跟他们来往 他们以前好像也不这样 嗯 懂了 你就是个祸水 气 大概是我在杨山的婚事上松了口 我男朋友又说愿意放弃我 他们母女似乎对我 没有那么大的戒心啊 有些事我慢慢套了出来 男朋友帮我打听出 那个给他开证明的医生 姓秦 目前在一家私立医院做诊 老头医得不咋地 但是那张嘴特别能忽悠 找他看病的人还真不少 我排了好久的队 才看到他本人 大夫 我没病 但是我想让你帮我开个有病的证明 我开门见山 一句废话都没有 开什么玩笑 我们这是正经医院 怎么能造假 快走快走 我还有好多病人呢 姓秦的一听我说话 头也不抬的就把我往外赶 别赶我走啊 我不但没起身 反而将身子往前探了探 杨山你认识吗 他介绍我来的 不认识 姓秦的没承认 可是语气明确 没有那么硬朗了 自己人 我知道你时间紧 我也赶时间 说个价钱 他终于抬起了头 推了推眼镜 打量了我一番 不是他说 我怎么能找到这儿 我压低声音 打消他的顾虑 那就跟他一个价钱吧 他说完伸了伸手指 十万 还真是一个敢给 一个敢要 钱不是问题 我面上表情没有太大变化 要做到滴水不漏 这个你放120个信 杨山不是你朋友吗 你问问他我这个可信吗 绝对物有所值 临走前他还千叮明万嘱咐 千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放心 绝对不让第三个人知道 我要让第四个 第五个人知道 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可是好巧不巧 出门竟然碰到杨山的妈妈 迎面走来 他妈妈狐疑地打量着我 你来这干什么 找秦医生 难怪他刚刚发消息 问认不认识你 我这下就明白了 为什么性秦的这么快 就打消了顾虑 感情偷偷确认过了 对 我大大方方的承认了 我就是想知道 杨山到底有没有病 回家也好有个交代 他有没有病你不知道 我不是说等我消息吗 杨山的妈妈并不好骗 刚刚秦医生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对劲 所以呢 疯疯活活赶过来看看 果然 这个世界上没有巧合的事情 可惜啊 晚了我摊了摊手 这种事情 自然是第一时间报警 你 你个疯子 这么做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 杨山的妈妈上前就要去揪我 被我轻松躲过 男朋友的这具身体 除了长得帅 就是肌肉好 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感觉 真是爽 那个女人为了钱都不要你了 你还想着替他讨公道 杉杉有什么不好 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 你这么害他 良心会安吗 会啊 我会吃好睡好 绝对不会愧疚 妥妥的盗得绑架 合着他要是杀人放火了 这罪名还得我们替他担着 老娘不担 也别想让我男朋友担 警察很快立案 将那个姓秦的医生 和杨山的妈妈都抓了起来 杨山因为有伤 暂时保外就医 直到被抓 杨山的妈妈还在骂我没良心 吃里扒外 害他的女儿 出庭当天 我才知道 杨山和他妈妈身上 竟然还有命案 精神障碍的证明 正是因为这起命案 才慌忙办理的 之后尝到了甜头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难怪当时 看到我找秦医生 那么慌张 杨山和他妈妈被判了无期 那个姓秦的医生 阴贪的款项巨大 被判了二十年 一场道具落下了帷幕 我歪头看了看 依旧一瘸一拐的男朋友 真不知道是心疼他 还是心疼我的身体 但杨山的状态 似乎比我差很多 应该这辈子都离不开轮椅了 我之前不是没有想过 用这种方法 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只是男朋友不同意 就算是假的 他也不想让我心存芥笛 更何况那个疯子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男朋友不舍得 让我置身于危险之中 偶然间互换了身体 倒是成全了我们 爸 现在他的问题是解决了 可我们的问题来了 这身体 要怎么样才能换回去 我俩想了很多办法 都没有成功 难道要真的场景在线 再撞一次 不换就不换了 男朋友搂着安慰我 我替你生孩子 有什么不好 每个月来大姨妈的时候 她可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杨山的事情 男朋友的妈妈 特意从外地赶过来看我们 怎么小文的腿伤了都不告诉我 阿姨愤愤地瞪着我 处着干什么 做饭去 说完 转身朝我男朋友走过去 小文啊 受委屈了 阿姨都听说了 放心 阿姨监督她 让她好好补偿你 碰到这么好的婆婆 本来是件好事 可我却欲哭无泪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 男朋友受不了 在她妈妈淫威下 天天坐吃等死 看我干活的日子 犹豫半天 还是把我们身体互换的事情 告诉了她妈妈 阿姨当时那个嘴啊 张得比鸡蛋都大 换什么换啊 就这样吧 她笑的那叫一个花枝招展 我做梦都想有个闺女 老天爷一定是听到了我的祷告 明天我就去私里还愿 妈 我是你亲生的不 放心 爹错了妈都错不了 阿姨是个开朗幽默的人 谈起杨山 她不由得叹了口气 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眼看来了大半个月了 她决定去见一见杨山母女 就在去的前一天晚上 我半夜口可睡不着 起床去倒水 无意中听到了阿姨和我男朋友的对话 杨山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杨山的事情 什么怎么办 我一惊 平住呼吸 平住了脚步 你别忘了 当初那个人一直威胁你 是你利用了杨山的感情 诱导他杀了人 那个精神鉴定 也是你出的主意 你现在过河拆桥 就不怕他反口把你咬出来 妈 你放心吧 他没有证据 我完全可以矢口否认 更何况 他心里对我有感情 只要他觉得还有希望 就一定不会把我咬出来的 都无期了 还有什么希望 阿姨想了想说 我明天见到他 告诉他表现好可以减刑 让他好好表现 你在外面一直等着他 先稳住他 妈 不用 交代了又怎么样 我又不是我 我只觉一盆冷水从头浇下 冰冷的感觉 从内而外漫游至我的全身 开玩笑的吧 我猛然明白 为什么很多事情他之前不做 现在却要我来做 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他自己 他确实不想把身体换回来 因为我成了他的替罪羊 我突然害怕急了 这间我自以为是家的屋子 现在却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我捏手捏脚 迅速穿好衣服 逃适的跑了出去 午夜时分 外面灯光昏暗 几乎没什么人 我像个幽魂一样 在大街上溜达 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该去哪里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自己最爱 最信任的人 竟然这么对自己 不能让他得逞 一定不能 我该去告诉杨山 该在他们见到杨山前 将这一切都告诉他 想到这儿 我加快脚步 越走越快 最后直接跑了起来 路黑 车少 再加上我心里有事 路过十字路口 一辆车从左边猛然转弯 尽管喇叭声按得震天响 但我依旧躲闪不及 被撞了个正着 恍惚间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 飞离地面 又重重砸在地上的同时 人也失去了意识 我觉得 我许是死了 可没想到 我竟然又睁开了眼睛 我躺在那张 我熟悉的床上 习惯性地 用手挡住眼前刺眼的阳光 我的手 这不是我男朋友的手 他此刻那么纤细瘦弱 我疼了一下 几乎是从床上弹坐起身 我的身体 我又找回了我的身体 虽然腿依旧有些不适 但是一切完好 我兴奋地对着镜子 端向了好久 似乎找到了 久别重逢的朋友 竟傻乎乎地 对着镜子笑了半天 房门猛然被脚踹开 我诧异地扭头 却看到男朋友的妈妈 站在门口 他似乎苍老了很多 原本漆黑的头发 此刻不但没有了光泽 还有些发灰发白 眼睛红肿 一脸阴郁地看着我 不等我反应 他上前一步 掐住了我的脖子 你做了什么 你还我儿子的命 死的为什么不是你 死的明明应该是你 后面紧跟着的两个警察 是我认识男朋友钱租的 当时我一个人住害怕 所以安了摄像头 后来男朋友说安全 也就一直没拿下来 两个警察 对着摄像头的视频看半天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死者是半夜自己出去的 而且案发前后 我一直在屋里 根本就没有离开过 本案与我无关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他不是他 我儿子 不是他 警察没有时间 听他语无伦次的话 直接把人带去警察局 录录供了 那个撞人的货车 后来找到了 刹车失灵 赔的钱也有限 我第二天就搬离了 原来的城市 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从那以后 我又多了一个习惯 每个月都要去寺院 烧香拜佛 有人问我 你相信有神明吗 我说信 我非常信 我也坚信人在做 天在看 欠的债 无论早晚 都是要还的